我相信北京决定放这些官是与整个国安法 或与所谓完善选举制度全部有关, 有些人说他希望在7月1日前做了很多事, 所以北京对香港绝对高度不信任, 当然非常不满, 因为看到这几年那麽多动荡, 所以他们要决定给国安法香港改变选举制度, 强调要爱国者治港, 令到有些反对声音都不应该可以选都入去, 然后也不很喜欢以往帮林郑月娥一起管香港的高官, 所以借个机会将全部都有警察背景的人摆上去, 甚至有人说明年换行政长官时, 可能换过有警察背景的人去做, 所以你说是否警察社会, 麦美娟议员说没问题几好, 但我们说警察社会变了很多人的自由, 很多人的人生安全被剥夺, 大家会很惶恐, 有些人经常说我看国安法有哪红线, 最多罪行红线我便不踩红线便行, 有些人说现在这不是红线, 现在是红海, 你想不想都可能踩到, 踩后又会被他拉, 因为你又不会说自己是假设无罪, 亦都很难拿到保释, 亦都被他锁起, 因为如果不幸这可能锁起好几年都没人审, 所以那些人觉得以前在无论英国人管治之下, 或者中国管治之下, 我们享有那些自由, 人生安全法治, 是慢慢一路一路消失, 所以大家是很害怕, 有些人说车都害怕到是这样, 你放几个警察在那都是这样, 有些人说不是, 放了警察可能更厉害, 所以都不知, 都无人会猜, 有些人说有些事你以为是不可能, 预计到的, 但你现在是要预计所有不能预计到的事, 当它发生你都不要感觉到奇怪, 奇不奇怪另一回事, 但我们当然不喜欢, 所以我都在这讲了很多次, 我们是觉得中央今次这样做, 是绝对过了火位, 而现在这样搞法令香港人很担心, 当然最紧要是担心失去了一国两制, 但北京又好, 香港官员又常说不是, 还有一国两制, 如果他们说是真的, 你真的要给我们看, 为何还有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最紧要是自由, 法治, 司法独立, 人身安全, 如果这些事都无时, 怎会有一国两制, 跟一国一制, 或现在未必跟内地马上一息, 一国一制, 但越来越近, 所以很多人很忧心, 我相信很多人都讲了, 这两年的事令北京非常不满, 所以说他们在2019年10月四中全会已决定为香港立国安法, 可能当时也决定改选举制度, 这亦表示他们对香港, 无论特区政府也好, 还有很多市民是无信任, 亦有班保皇党那些走去找他, 说好不行香港搞不行, 不如出解放军来评乱, 那时就是他这样想, 所以林郑月娥为何大家会说她是千古罪人, 那件事现在的逃犯条例是他搞出来的, 你按陈同佳事件, 现在还未搞定, 但你搞出来, 不单是很多香港市民反对, 其实最多反对的就是商界与专业人士, 因为他很多在内地赚钱, 他是很害怕, 很害怕日日会被移交, 无论他是逃犯也好, 或者他是证人, 或者北京拉了人在内地, 北京都说有很多贪婚案, 拉了人他们就被人移交做证人, 所以其实他们最害怕, 后来他们被人骂, 又说不出来去支持政府, 但如果那件事, 是很多香港人都不赞成, 你林郑月娥和行政会班人, 和民建联工联会, 你要帮特区政府解决问题, 不是一方面叫他们死去去去去, 不要紧, 去到立法会救票就过, 好像一地两检过了就无事, 好像国安法过了就无事, 所以怎会同, 而且真的很多人担心被人移交去大陆, 这班人猛逼他就叫他去做, 搞到一法不可收拾, 你又不去帮他处理, 然后有些还要去北京, 叫北京来搞, 所以你说几离谱, 我希望北京一要相信, 大部份香港人都是外国, 我不是觉得有, 几多人说要搞独立, 几多人说要用暴力推翻政府, 当然无,也无可能, 但他们是想有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 有时他和政府的建议不同意, 以前一直都可以表达, 大家我从来都是坚持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去表达, 然后令我们有人身安全有法治, 就算被拉了都会有保障, 觉得我们是无罪的推定, 亦都可以去拿到保释, 这些全部都好像没了, 所以你说那些香港人多痛苦, 所以我明北京很生气, 但是是否落重了药呢, 搞到现在这样, 现在怎样你说很静, 七一游行又不准, 什麽都不准, 但那个人心, 那个人心你未曾收服, 那些人很不舒服很不开心, 这任何一个政府都要去处理, 我不知道他哪个掌握哪个, 最重要其实不是香港去掌管, 是北京去掌管, 所以大家不要在这儿自己哄自己, 其实香港政府我相信都没什麽, 他们主要是执行, 北京说要做什麽就做什麽, 所以才令香港人感觉到那麽不开心, 或者那麽惆怅, 或者那麽愤怒, 什麽都没了, 又说一国两制高度自治, 都不知道现在去了哪, 那意思是说林志摩可能, 我不知道哪个做, 但很多人说哪个做都没什麽紧要, 主要是北京做, 但不是因为这样我们就放弃, 那又不是, 你说很害怕不敢说话, 那我们当然说都要尊重, 但如果全香港都怕了, 没人说话的, 骄着无声的, 那就不行, 所以有些人说香港玩完, 我怎麽玩完都不容易, 但我们要出来讲话, 和平理性非暴力, 我们要告诉北京听, 告诉全世界听, 我们香港人是想争取什麽, 我们就要有分自由, 有分人身安全有法治, 我相信要继续讲, 我觉得你把香港搞成这样, 六四又说出那麽多千个警察, 七一又说出更多千个警察, 有什麽为, 做什麽, 收到什麽情报, 有人要去搞大事, 我不知道, 不过当然, 如果警方已不批准游行, 当然我亦不赞成市民要去, 否则又出事, 但有些主办团体说, 你便自己穿黑色, 如果穿黑色都拉, 我们都拉了, 你便用你的方法, 但不是犯法的方法, 和平方法表达你的看法, 有时有些事是要这样, 无办法, 所以我说我们抗争, 是要勇敢, 要聪明, 和要小心, 大家努力去做, 不只是欠七一或六四, 整年一路那麽长都要去抗争, 所以大家加油。 。